如果你对云端不熟的话 建议可以花一点声音去了解一下 哪一些云端很好用 其实基本上Google的这些 像Google的云端硬碟 Google的相簿、Google的地图 Google的YouTube等等 我想这些都还蛮不错 最重要是应该没有费用的问题 甚至如果你经营的好 甚至他还可以每天 每个月可以增加你一些收益 其实他还不错 OK 他每个月Google也会给我一笔 不是太多的钱 反正就是有一笔 至于多少其实也不重要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只是象征意义比较重要 Google相片也蛮好的 不知道各位没用 就是说只要你怎么样 你只要拍照 那他就自动上传 拍照就自动上传 那我的习惯是我上 拍一些照片 然后就上传到 除了相片之外 他会按照时间排列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告诉我 我几年前曾经去过哪些地方 然后让你回味一下 然后这是很厉害的地方 他有一些AI的功能 会自动 当你把你几年前 跟几年后的照片 做一个比对 左边右边 然后你看 然后让你比较一下 你好像没变 老了 我只知道 反正就回味一下 诸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蛮棒的功能 就是说你照片照完之后 他有个脸部辨识 比如说像我以前小朋友都要把他们分类 这是谁谁谁 很难分 对不对 现在脸部辨识非常简单 你一点 他就把那个人的所有的照片 通通都帮你集中在一起 他用时间轴的概念 马上你可以从小到大 然后另外 不过他有AI的功能 就是他会问你说 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人 你要回答 他有machine learning 就是现在很红的 那个AI的 就是机器学习 就是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两个是不是一样 他就辨识 以后就把这两个当成同一个人 或不是他就帮你分开来 也就是说你要去训练他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 程式不是说一下就成熟 他一直训练一直训练 他越训练他就越精确 OK 所以这个叫机器学习 里面其实都有这些功能 你要用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就比较没有这种概念 另外的话 Google相片 还有一个不错的功能 就是可以结合Google地图 因为Google地图的话 他为什么那么精确 像我随时我的时间走都很精确 我甚至我几年前 我去了哪里 几点几分 几点几分 然后做什么交通工具 他都会帮我列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回头一看 我就知道那一天我到底做什么 比如说出国好了 他很清楚 只是说行踪可能就会很容易暴露了 我看一下 这有些应该没有机密 就要每天 有我的行程好了 时间走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时间走 比如说我看一下 哪一天可以 礼拜天我去哪里 礼拜六好了 礼拜六这一天 他就列一个表 我总共开车 开了210公里 14公里 然后坐了公车 坐4.3公里 不行 就去了这边 其实我们是去台中玩的 我要住这边 中间的话其实我没有去 这边他没显示出来 六湖村 然后一中三圈 然后隔天的话去哪里 他也会列表 有没有 几个小 开车开多久 距离多久 等等 反正他会帮你列出来 然后我就一清二楚了 而且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有 甚至我可以到好几年前的 也都会有那个记录 这样我一回回头想 哪一天在哪里 就非常的清清楚楚 如果要回去 当然就不能给到 不能让人家知道 不然的话 行中也就变成没有秘密可言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云端部分 我建议各位有时间 可以多多了解一下 那我们刚刚这部分 上云端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可以做同步的部分 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先知道 刚刚的那个网址 发布到云端 然后这边的话记得用CSV OK 然后得到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利用Google里面有个功能 我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从这边来做操作 插入里面 跟正一下 应该是资料里面 有一个从Web 以后如果说你要从网路 从云端得到资料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功能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从Web 然后把刚刚的网址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有没有 你会发现后面等于CSV 倒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问你说 是不是要开启这个档 更正一下 这个是开网页 如果从Web 那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网页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底下还有个什么呢 从什么呢 CSV有没有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 CSV的选项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用CSV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 用那个从文字档 这个也可以 不是有时候 这个功能 偶尔会卡住 看有没有从CSV 这边好像没有 有X7 如果没有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CSV 当成文字档 然后再来怎么做 把刚刚的那个网址贴上一下 贴到哪里 贴到文字档这边 特别注意 等于是说把网路那个网址 当成是一个网路上的某个档案 再来的话 把它改成 直接按开启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到网路上去帮我把 那个档案给开起来 这个时候他就把它开起来 再来的话 他问你几个问题 这资料呢 有没有分格符号 有就分格符号 那他的其他的像 雨系 这个已经抓到UTA 把它下一步 分格符号在哪里呢 分格符号在豆点 你把豆点打勾 不过上一步我看一下 有标题就要打勾 因为上面是有标题的 然后豆点下一步 哪些栏位要呢 都要 所以你就按完成就好 他就自动帮我把它放到A1的这个储存格里面来 OK 全部都倒下来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希望这个变自动化 不要每次都还要再请使用者 你要记得那个网址 然后你记得从web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请各位把刚刚的动作 录制聚集 然后聚集的话 录下来 把刚刚的动作做一遍 那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有刚刚的那些的自动化程式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部分操作看看 我记得是 这个从资料里面 从web的下面是 从文字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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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